带着全家继续我们的丹麦行程 丹麦的房屋内部结构 还有植物和挪威很像 但丹麦的秋似乎来得更晚一些 现在才有落叶纷纷秋凉的那种感觉 这天天气好凉啊 海边风好大 你们听听这个风声 我们发现了一种植物的种子 妈妈想弄一些回去种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好像就是芥兰呀 是芥兰吗 还有这个红色的小果子 你们看 这个也是丹麦到处的食 但是我没敢吃 不是因为哺乳期吗 不然我就试下了 这天我们还偶遇了一个滑翔散俱乐部 我以为他们连着这个 是要借助风力飞到天上去的 没想到这下面还连着一个冲浪板 是要在海里面冲浪 就在这个滑行的过程中 稍微有一点没控制好 就很容易被撞到水上 骨折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小海罗以后想做这样的运动 我会不会支持他 你们会支持自己的孩子 做极限运动吗 我们继续出发 丹麦的高速路特别好 线速能达到130 丹麦的自然风光会比较平一点 因为丹麦没有很高的山或者很大的湖 到处都是这样的平原 丹麦也有很多自己的农作物 还有奶牛场 丹麦的物价也同样挺吓人的 就这几个汉堡饮料 一共花了我们400多 我们再来这边的超市看看 这边超市里面的东西就跟挪威大同小异 都是很单一的一些蔬菜水果 来点橙子 来个柚子 一些丹麦曲奇 晚上要用的食用油 微化饼 克朗汇率和人民币一样 所以这些就300多块钱 再去逛逛这边的小店 丹麦的这些设计小白钱 我真的都非常的喜欢 每次都想买很多带回去 这个小熊是纯手工的 好可爱呀 还有这个毛毛小羊 这边这些杯子也好看 买了两个圣诞日丽 还有一些小零食 我爸爸还很贴心的帮我们剔袋子 记得我小时候 他可是从来不跟我们一起逛超市的呀 回到车子充电的地方 看到了腻歪的夫子俩 你们能想象到 这是一个在30岁以前 一直要求要钉科的男人吗 从不想要宝宝到怀宝宝 再到小海螺出生 他也渐渐进入了父亲的角色 这个季节的丹麦也是 三四点就天黑 我们现在要赶紧赶到 我们订的民宿去 这也是一个森林里面的小木屋 这个木屋的条件就更简陋一点 我们到的时候屋里面非常的凉 这段时间 大麦的电费也是逆天 所以房东都没有 提前给我们开上暖气 赶紧把冰炉烧上 来做一点简单的热餐 要煎几个蛋 加到那个方便面里面 这边超市买的这种最简易的方便面 都是十几块一袋 里面就只有一个调料包 这个地方灯光也好暗啊 根本都看不到 这方便面所有的调料都叫A级 吃一下好不好吃 刚刚还买了这只烤鸡要把 放进来给它热一下 看它这个烤盘真的也好使用 带自己 因为没有蔬菜 就采了点这个蒲公英 就到方便面里面 再煎一点这个鱼排 这个灯光好暗啊 四袋方便面 四个煎鸡蛋 三块鱼排 就是我们的晚餐 吃点方便面 都要哪个鸡还得靠 我们旅行很喜欢住这种民宿 这样就更能体会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爸妈这一辈人都是吃过苦的人 抱怨这边的屋价太贵 劝了好酒都不用跟我去外面的餐厅 小时候家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们也都舍不得吃 都要让给我 说自己不爱吃 我就是降不过他们 好在大家人分这一大锅方便面 也是其乐融融的 烤鸡也出炉了 这看起来挺好吃的哦 弹起来好吃 不弹起来好吃 来 翻一下翻一下 干啥呢 茶子饭了 我都吃 这个烤鸡我们最后没吃完 因为真的只有咸味 带娃就是给娃塞一个奶嘴 自己在一边喝酒 干啥 干啥